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打印 打印我们发现 有意义的对象 有意义的对象 意义的对象我们也不知道啥呀 点击打开看 好多东西 反正看不懂 回头慢慢再说 不着急 咱先认一个 我们能看懂哪些 大家先说说能看懂哪些 这个type等你吃了吗 这是啥 暗号 是吗 以后我们就不能叫暗号了 我们叫事件类型 事件类型 type是类型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呢 以后大家认知的 就是在这个对象当中 事件函数当中传进来这个意义 注意 事件函数当中 仅能传入 事件函数中 事件函数中 只有一个参数 只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就是事件对象 啥是事件对象 上面这个event就是事件对象 看到没有 我们看看是不是 告诉我点到 打印一下 打印我们刚刚创建好的这个event event 打印一下它 我们看一下 这个event 两个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肯定一点的就是 实际上 这个event 这个dispatcher event 是把这个event传到哪里了 是不是传到这个 执行函数里了 能明白吗 就是我这里去发送 这里是不是就接收 是吧 接收执行的这个函数里面 只有一个参数 参数是谁 就是发送的这个event 明白吗 所以事件函数只有一个参数 而这个参数就是事件对象 就我发送了什么事件 这里是干什么 抛发了事件 抛发了事件 抛发事件 这个是什么呢 是真听事件 真听事件 只要事件的type相同 只要事件的type相同 那么就会被真听事件怎么样 接收到 接收到 但是有一个消息 必须是怎么样 同一个什么 对象 就是抛发和接收 必须是怎么样 同一个对象 抛发 抛发和 抛发的和接收的 必须是同一个对象 只要事件的type相同 他们会真听事件 那么就会真听事件 并且接收到 你看是不是编量 这个收到的是不是也是编量 是吗 发出去的和收到的是一个对象 是一个对象 发的内容 也是 那么再紧接着 这是一个对象吧 A1呢 是不是一个对象 是啊 那么如果A1呢 是一个对象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给他增加一个属性 可以吗 可以是吧 A1呢 是个对象 我们就可以给他增加属性 那么增加了属性以后 增加了属性以后 我们这里收到的E里面 会不会就有这个N呢 会不会呢 我们看一眼 有没有 有 也就是抛发的对象自身 是可以怎么样 事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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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携带 是可以携带 一些非系统规定的属性 什么叫非系统规定 就是系统 如果人家原本就有这个属性 你就不能给他覆盖 听明白啊 系统 就是原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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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的属性 怎么样 物能覆盖 你可以自己随便起其他名字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件 抛发出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件 抛发 好 这就叫做事件 抛发 事件抛发 那事件抛发具体用在哪里 以后再说 那事件抛发呢 它的作用性很强 我们来说呢 对于咱们GS来说 这个原生GS有一个概念 它叫做事件驱动语言 Jarsquid是事件驱动语言 事件驱动 也就是它全部是拿事件来驱动整个语言运行的 所以事件就是语言当中的最核心部分 最核心部分 事件运行过程 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什么呀 也是做了一个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异步区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异步 和我们早上学的那些东西判断在一起 早上我们学了一个Promise 还说了一个Sight Time Out 是不是 我们来把这个事件驱动的事件抛发 看看它是一个什么过程 首先我们先在这里写了一个 We are We are event 等于一个 New event Event里面写了一个 事件 E EV 就是这个叫EV EV 随便写了一个名字叫EV 就是Type嘛 对吧 然后紧接着 我们给Document 抛发 给Document抛发 抛发啥呀 EV EVT 我们在前面说了 事件真听必须先要 先放什么 是不是先放耳朵啊 是不是先放真听器啊 先放真听器才能出发 对吗 先放真听器才能出发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应该写一个Document.A的Event listener 真听一个什么 EV 然后我们在这里执行了一个FNE 执行了一个FNE 那底下写了一个函数叫FNE FNE FNE 我们在这里Cosal.log 打印了一个E 打印了一个E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个上面呢 我再写了一个New Promise New Promise 里面写了一个Faction R E S R E G 是不是 然后紧接着在这里Cosal.log 打印了一个 我再顺序写吧 E 然后再执行了一个啥呀 R E S 对吧 后面这块写了一个点 ZIN 点ZIN ZIN当中只有第一个 打印了Cosal.log 什么 二 对吧 然后再紧接着我们在这写了一个 Timeout Site Timeout Site Timeout 然后给里面写了一个Faction Faction里面 在这里0毫秒后 这里执行的时候Cosal.log 打印了一个 3 对吧 然后底下这一块打印了一个 4 然后再紧接着Cosal.log 打印了一个 5 这个顺序谁先谁后 我们看一眼 先是4 他执行了 再是1 再是5 再是2 再是3 为什么呀 因为同步的顺序啊 这个这个我们的代码是这样 先做了一个真听是吧 事件真听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抛发 抛发了以后这个立即就接收到了 这个不会等我们代码执行到底下再去接收 而是他什么 立即的 抛发后 抛发后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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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到 抛发后立即接收到 什么时候抛发 什么时候就能接收到 明白吗 那么 抛发后立即接收 所以是不是就执行了FN1 是不是就打印4了 然后 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就紧接执行了 这是同步的吗 是吧 所以4 1 是吧 再紧接执行谁 再紧接执行 2 最后执行 3 因为3是红 红跟5 是吧 所以他的顺序就下来了 所以顺序就下来了 这个看起来可简单了 问题是我把这个东西 写在这里头 他的顺序就会发生 改变了 我把这个东西 再写到这个里面 那他的顺序是什么 先是5 再是1 再是3 再是4 最后是 好 我们看看是不是 棒极了 好了 没有题能瞒着你了 这种题现在没人能瞒着你了 从这边看到 我们抛发事件后 是立即收到 它并不是延迟 你啥时候抛 瞬间就能收到 听明白了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瞬间 去调用执行 某一个函数的 我当执行完这一点 我抛一个事件出去 是不是等于 真听到那个函数 就立即出发执行 是立即 是立即 所以他的特点 非常明显 我们在使用时 使用这种抛发事件 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传递了 有人说 怎么进行数据传递 你想想 这个Event既然有 我是不是Event就可以干什么呀 这个Event当中 是不是可以给一个number的属性 等于3 是吗 那我在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收到了谁的属性 是不是一点number 一点number是谁呀 是不是三 我这打个比方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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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点number就应该是33333 是不是 可以想象 是不是我们等于从这个里面 把数据传递给这个函数里了 对吗 从这个里面传递给函数里了 所以呢 我们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将数据进行传递 事件作用 也就是等于触发并且传递数据 事件的作用 的作用 是触发并且传递数据 这就是事件的作用 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了 对吗 是否应该认为